行,咱们也不是主要讲爬树的,咱们主要是因为开发,你需要利用这个东西呢,非常简洁快速的写一些脚本就行了。 好,那现在呢,上午我们说说的变量,那下面下午呢,我们继续说说下面课程。 基本的数据类型,基本数据类型,首先我们看,为什么编程语言中要有数据类型这个东西。 首先看一下,类型呢,有以下重要的几个角色。 第一,对机器语言而言,类型描述了内存中的电荷的是怎么解释的。 零核一怎么去搞到零核一呢,就是高低电压对吧,是吧,就是高低电压这种电荷。 那对于这种类型,不同的类型之后呢,就是对于电脑是这样的,那对于编程,就是编译器呢,或者叫做解释器, 类型可以协助呢,确保上面那些电荷啊,字节啊,在程序的运行中,始终如一地,被正确地去理解,被正确地去理解。 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字符串,字符串不能相除,是不是啊,不能做这个运算。 它如何,那字符串在那儿,计算机器,零核一,零核一,这种高低电压,那真正的数字,整数,对吧,可以相成,可以相除。 那为,它怎么去识别,那它在电脑上整数也是零核一,人业组合,怎么去识别它们呢,就是通过这种类型,去区分,要不然就乱烫了,你无法做成你想要的工作,或者想,解除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啊,它也给你解除不了。 所以说有这个类型之分,啊,有类型之分之后呢,它能保证,对一个数据呢,做出正确的解释,啊,数字就是数字,整形就是整形,啊,幅点形就是幅点形,那字符串就是字符串,它要是一个函数,嗯,就是函数,啊,OK,好,那现在对于程序员而言, 啊,类型可以帮助它们进行命名,进行组织,这些一些概念,或者帮助编,这叫编转吧,转,转是吧,我记得好像编转,编转,应该是编转啊,编程文档,然后支持交互式的编细的环境,什么意思呢,那有了类型之后,我们对我们的程序员来说,看到,比如说,看到整形了,那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啊,加减成熟,这些处理,对不对, 那你如果定义是一个字符串,你又对于它来说,可以进行字符串的一些处理,这个对于不同的类型,可以作为正对处理,从而你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你想要的结果,啊,这就是类型,简单跟你说,这东西在这儿,这本书上就能说会儿啊, 好,那现在呢,说一些,刚才都说了一些什么呀,好,高大上的东西,云里雾里的东西,是吧,哼,说一些实实在在的啊, Python里边的基本的数据类型,咱们说的基本的啊,基本的,好,首先有整形,任何含数字的, 序号,就是序号,序列类型,就是显示数字的序列,比如说,这是1100,是不是一个序列啊, 反正这个,零当然也是一个单一个序列,那在Python中都被认为是整整形,比如说, 0100-2,只要含数字,这是不是也是啊,0x代表后边是一个16进制的数据, 他会直接给你这个算出来,告诉你啊,还有0b,什么,也是一个 2进制的数据,对吧,啊,当然还有0欧,是8进制,好,你typ一下, 你就看看这些,只要含数字的,都是整形,好吧,啊,都是整形,好。 不是太严谨啊,如果辅典说是不是,就是辅典说,就不是整形了, 不是太严谨啊,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好,那现在呢,好, 进制之间转换,大家都会吧,你们直接在这,解释器的Python直接就会给你解释出来, 给你解释出来,这种,就是是10进制,还是2进制, 还是什么,16进制,我给你还有,还有8进制, 在Python里,如何去表示呢,10进制就直接,就是这样样子, 它原来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然后如果2进制,0b开头, 后边只能写0和1,任意组合,然后0欧, 就是0到7,对吧,你可以任意组合,对吧, 这是8进制,0欧,好,0x呢,是16进制, 16进制,这0到什么,F,对吧, 16个数字,好,A是几啊, A是10,对,A是10啊,好,OK, 你敲几个啊,这里也不需要什么代码, 这个就非常简单啊,0b,比如说01110, 然后呢,你又看,转换成10进制, 就是13,对不对,是吧, 它直接会给你解释,转换成10进制, 你会直接写一个13,没有解释, 就是13,对不对,如果0, 0欧,大欧或者小欧都行, 这是大欧,然后这是小欧,比如说7,6, 对吧,好,它就是62, 它就是62,这是8进制, 那0X,比如说,那写个F就是15了, 对吧,0刚才我给你说了V, 那就是10了,就是这样, 可以给你转换过来啊, 好,那下面我来可以继续说, 说说什么呢, 辅点型,辅点型, 但小数点的数字, 就是平常我们他说的小数, 不管正的,负的, 都是辅点型,都是辅点型, 比如说, TYPE, 0.0, float,对吧, 好,刚才给你补上, 这个比如说-100, 这也是inter整形, 你补上,没有一式, 然后如果是-1.13, 好,还是float的, 没问题吧, 都是float的啊, 都是float的, OK, 下面就说, 还有字符串类型, 整形, 辅点型, 还有字符串类型, 对, 字符串类型, 如何去定义呢, 双引号引起来的, 单引号引起来了, 还有三引号引起来的, 都可以, 并且三引号引起了支持换航, 还有吗, 这里还少一个, 三个一块引起来之后呢, 还可以三, 这是三个双的吧, 对, 还有三个单的也是, 三个单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哈喽, 哈喽, 好, 这是字符串, 对吧, 好, 我们可以TYPE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你这里随便写, 比如说单引号的, H, 也是字符串, 对吧, 好, 当然你还可以干什么, 比如说我们, 啊, 双三引号, 这样直接敲, 你看, 啊, 楼, 这就是直接换航了, 啊, 啊, 这就是直接换航了, 然后你给它封上, 就OK了, 看不见, 它这里边还显示换航服, 是吧, 嗯, 可以, 先看看, 如果你print它一下, 那就, 它直接就print出来了, 看不, sorry, 好, 我们直接写个半括号, 直接可以这么干, 可以这么干, 然后呢, 三个单引号, 英文呢, 这里所有合法都要英文, 好, 哈喽, 让说word, 好, 接个单引号, 好, 那, 对, 扩号扩起来, 是不是给你, 直接换航, 给你打印出来了, 哎, 就这种, 啊, 记住, 单引, 双引和三个双引, 三个单引, 都是字符串, 定义的, 啊, 都是字符串, 有时候呢, 这种三个双引号, 或者单引号, 可以作为注释之用, 其实不是, 我说的注释, 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种, 没有, 就是说, 不产生对象那种, 不, 不算真, 就是完全的, 就是python不解释它的那种, 这种三个单引号, 双引号呢, 往往会作为, 函数的, 就是解释, 函数的解释, 就是描述, 描述性信息啊, 并不是, 真正, 真正的不解释了, 是这种紧号开头的字符, 你可以随便写, 它就不解释, 知道吧, 啊, 不解释, 如果你挑一个这个东西, 123, 123, 好, 这是实际, 会在内存中创建这个对象的, 你只是看不到, 确实创建了, 但警号开头来, 真的是解释, 真的是注释, 不会被创建, 不会被创建, 好, 你注意这个, 自不解释类型, 好吧, 还有布尔类型的, 布尔类型就是true和false, 这里的true和false, 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型, 必须大型, 我们可以看它类型, false, 都必须大型, 好, 就是布尔类啊, 对, 布尔类啊, 布尔类, 好, 布尔类啊, 而布尔类呢, 只有两个, true和false, true和false, 但是呢, 在我们Python来的, 对啊, true呢, 它的值会被认为是1, 整形的1, 如何比较两个对象的值, 是不是相当, 注意啊, 两个对象的值, 或者说两个变量指定的值, 是不是相等, 就是用双等号去表示, 如果返回为真, 就说明它俩相等的, 对不对, 好, 它俩相等的, 那当然, 处就认为1, false呢, 就认为0, f, a,r,c, false就认为0, 这是一页, 好, 再给你说个扩展的, 比如说A等上一个false, a等, b,f,a,l, 啊, 那如果b等上一个0, 他俩是不是a等于b啊, 那a是b吗, 他俩是不是b, 他俩是一个对象吗, 不是吧, 不是一个对象, 你可以用id去看, 比如说一个0是这样的, 那处是一样啊, 这里是0了, 我就这里写false了, 他俩并不是一个对象, 对吧, 并不是一个对象, 好, 那这是要跟你说的, 你要知道的啊, 好, 下面说说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 之间转换, 在python里边, 这种类型互样, 可以互样转换, 需要用到内置函数, 内置函数, 比如说它类型呢, 就是int的话, 你就用int这个函数, 它就有这个函数, 可以把其他类型转换成整形, 注意, 看这里, int, 然后呢, 这个例子, 我背后非在诀教, 给文条上一样啊, 好, 比如说0.1是0, 那0.9是不是0呢, 是0, 直取整数部分, 直取整数部分, 好, 这是把辅典数转换成这个, 好, 我能不能把一个字符筷转换成一个数字呢, 可以的, 啊, 你觉得呢, 你, 你觉得应该行不行, 对, 你说, 可以把什么, 呃, 这个, 呵呵, 普通人变成和尚, 一刮头这就出家了, 是吧, 变成和尚了, 你要说你要把一个, 肯定的, 你随便变, 一个男的, 你变不成什么呀, 尼姑吧, 本身它的类型, 它的, 它的表现都不是那样的东西, 你跟它改变不了了, 看见没有, 不光是这, 它说这个印的必须用10的底数, 是吧, 一10个位底数的东西, 你才能什么, 给它转换, 是这意思吧, 好, 不光是A, 转换不了, 比如说0.3, 你看是不是也转换不了, 是不是转换不了, 因为, 点, 是一个普通字符串, 它根本无法识别出来, 无法识别不出来, 到底你的是0.3, 还是0和, 当一个字符的点, 还有一个字符的3呢, 它无法判断了, 好吧, 不支持这种的转换, 好吧, 啊, OK, 好, 那这是int, 这是int, 不支持这种, 对, 只要有任何符号里, 它都不支持, 必须纯硕字这种, 好, 那现在还有一个转换之后, 还可以把其他的类型转换为辅点数, 辅点数很简单, 这Python这个API写的就是真的非常简单, float, float, 然后这个就可以把其他类型的转换成我们的浮点数, 看见没有, 啊, 添加个点, 添加点的不是一样吗, 浮点数还是浮点数吗, 然后最主要我给你说说这种, 他支持这种, 比如说1.1, 他可以给你转换过来, 刚好对上了, 对吧, 那如果一点, 你要再加个点, 那就完蛋, 很鲜然转换不了, 对吧, 无法办法, 没有这么智能, 没有这么智能, 他不知道舍弃谁了, 不知道舍弃谁了, 好, 这是浮点数, 啊, 这浮点数, 注意, 还支持负的啊, 我觉得这里的温宜是了, 支持负值, 引号的负1, 变成什么, 负的1.0, 啊, 负的0, 当然你直接负1, 就是也是负的1.0, 变成负的1.0, OK, 好, 还可以把其他类型转换为字符串, 这个是, 肆无记载, 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哎, 怎么又float, STR, 比如说, 1, 比如说, 这里随便输, 哎, sorry, 这里呢, 这是不是没有加引号啊, 把字符串, 搞, 这不能字符串变成字符串, 这太骗人了, 一点就, 这种可以的, 对吧, 整形浮点数, 都行的, 比如说负的, 这都没问题, 好吧, OK, 好, 那现在, 还可以把其他类型转换为布尔形, 因为布尔, 就是用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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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 就这么办, 0变成false, 1变成这, 如果是一个字符串, 随便输一些值呢, 也是处的, 咱认为是真的, 如果是一个空字符串呢, 是假的, 对吧, 对于这一点啊, 空的字符串, 认为是假的, 认为是假的, 你只要输任何特殊符号什么的都行, 都行, 无所谓都会给你变出来, 到底是不是布尔值什么, 为处为假, 就是真假, 就是真假, 他不管这个值呢, 他只管值是不是真假, 不管值呢, 是什么类型, 是什么啊, 好, 那现在还有这种你自己下去试试吧, 这非常简单了, 好吧, 好, 这是一个扩展你自己看着玩, 看着玩, 就二进制, 转换啊, OK, 好, 这是这个数据类型最基本的, 你可以简单把这些内置的, 特别是转换啊, 这转换这个函数你要知道, 你得最少给我敲一边, 好吗, 来, 敲敲吧, 我把这个视频解一下, 难免会用到, 经常会用到这些,